這個簡單的二次函數 平移了HK 往右平移H 往上平移K 得到二次函數 要求數對HK H如果正的就往右 H如果負的話就往左 K一樣 K如果正的話就往上 或是往下 我把這個配盤 配成什麼樣子 就是這個 Y等於X加5的平方 -25加28等於是加3 25加3是28 那這樣等多少 Y-3等於X加5平方 所以HK等多少 H-5 H-5 往左移動5單位 K-3 往上移動3單位 這是第一小題 第二小題 它是說 把這二次函數 平移五分負四 那得到新的 K-6 那你可以直接帶 不過 我們用配方法的 或直接帶 那把Y帶多少 Y帶Y加4 Y加4 那等於三倍多少 X加5 X加5 加8 X加5 加7 那就得到這個方法 把這八長開來 又變得多少 3S平方 一次向的是多少 10-30加8 乎22 長度向25 25乘以3 75 8加8 這是83 83 83 再減掉 8 40 43 加上43 4 再把它移過去 這得到了這個二次函數 Y點都差 3X平方 減22X 加39 比差一點 這裡是寫38 我看喔 那邊算錯 75 75 減掉45 35 35 35加2 35加7 我這裡算錯 12 42 所以這應該是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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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8 所以這應該是38 這HK 是53 我們看喔 是不是 這是正史 這應該是戶吧 那個 那個 減的話才是正的 所以這個東西喔 往上的話 往右的話 往右的話 是戶的 往左的 往右的話是x減 這是往左沒有錯 所以應該是戶5分3 這個 這個是在本面上 是 是 那個